LEO 聊世紀 天驗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孟喳拉人 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踢的RFT2 OK 那這位勇敢熊熊呢 是這位我們台灣知名選手 天空熊的小號 也有可能是他的本號 我不知道他現在這隻帳號是本號還是小號 天空熊是我認為台灣數一數二場的台灣職業選手 這次他對到的對手是HERA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孟加拉人的特性 孟加拉人的特性最大的特色是他每生一個史代史 城鎮中心都會給兩隻村民 如果你有五個城鎮中心的話 就代表你生史代史會給你十隻村民 所以孟加拉人在升級的村民的暴漲速度來說是非常快速的 那孟加拉人除此之外他的大象擁有三象之力 抗招降、抗額外增傷、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大家也會把他稱為三象之力為名 那孟加拉人的相攻主要是他的主力部隊 有這個攻速加成 而且他的輕騎兵有對毛兵加兩點的傷害 所以很適合打相攻 配輕騎兵的路線 還有這個攻城戰相 那孟加拉人的升旅呢 有這個天生雙三防的效果 所以防律非常坦 所以不太容易被垃圾丁給擊殺 這也是孟加拉人的一個特色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吃果子 速度特別快 而且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騎兵的品種是沒有的 但是他有血量20%的加成 所以法蘭克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那後期可以考慮搭配遊俠擊兵 火槍火炮作為主軸 那法蘭克人後期的打法會比較 算是沒有辦法使用戰毛兵去反擊敵人 他沒有三級射野沒有三級的狗兵鎧 所以遇到孟加拉人需要用戰毛兵打相公的情況 他只能用遊俠或用槍兵或投石車之類的去應反擊 那整體而言 法蘭克人後期是不太好打孟加拉人的相公策略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目前我們剛剛有看到後期的一個結果 就是法蘭克人沒有三級射跟弓兵鎧獎 所以法蘭克人這邊應該會比較盡可能去打前期 越拖後期對於法蘭克人就越無力了 所以他可以在後期的遊俠一鍋 把孟加拉人經濟一鍋端掉 那才有機會打這天空熊這裏 好 那天空熊這裏呢 是直接吃了非常多的豬肉 上億人吃豬肉 這個數量有點多 好 那再來把這個墓區補到六個人 然後再拉四個人到右邊十人伐木 好 六個加四個十人伐木 然後家裡剩下五個人去吃羊 把羊吃乾抹禁 那這邊的打法會比較偏向走肉馬開局 那法蘭克人這邊也是要開第二個伐木場 都是正常的雙伐木場開局 兩邊的打法沒有太大的變化 好 這邊也是時候天空熊過來偵查一下 看到對方的家裡 是下了雙伐木場 那均勻補了一個 好 天空熊在均勻補在前方 這裡可以待會按一隻槍兵 做來防守 先這裡看到對方下了這個均勻 然後沒有挖金礦 十之八九就是打馬就了 所以天空熊的判斷也是相當正確 OK 兩邊都是肉馬開局 在這個時候呢 法蘭克人就血量加成了 54滴血 所以天空熊呢 肉馬是不會去跟對方的刺猴 進行對打 所以法蘭克人這邊就要趕快累積自己的 血量優勢 他自己 現在這裡是他的主場 主場優勢 唉唷 結果HERA這邊直接撞到了城鎮中心 撤了幾發箭矢 傷害 血量有點殘掉了 這邊再稍微做一個拉扯 唉唷 這邊要直接進來囉 這一波進來天空熊可能會有點危險 唉呀 還好有槍兵 所以應該砍不到 這邊收穿也沒射到 OK 好 天空熊打家裡圍好了 圍得蠻大的 左邊也圍得下去 這邊的部分都暫時圍好了 好 那這邊又轉出槍兵 農田也開始殺了 那天空熊這邊有值得一體的事喔 他並沒有補這個一己農田 這個肉馬出的有點多 還有這個槍兵的關係 但這邊肉馬還是要趕快去對方家裡喔 在家裡防守其實是不太OK的 那家裡只要用這個槍兵 加上村民的圍死就可以了 好 好 這裡趕快補一個木牆和房子 好 加上這裡過來看一下 唉唷 黑羅也看到肉馬過來 直接圍了一個房子 跟木牆把自己村民給圍死了 上完開始挖金礦 唉唷 這邊要來鬼轉挖金 看家裡的肉馬已經回來防守了 這裡天空熊只能被迫撤退 那槍兵要走出來嗎 三隻槍兵其實可以往前啦 好 天空熊這裡一撥 被戳到一下 哇 這隻肉馬又慘了 這就是槍兵走出來了 會比較好的一點 你看到對方的肉馬在家裡了 槍兵就可以走出來了 去防守對方的槍兵 也有可能走到路上 就可以戳到對方的肉馬 好 這邊跟弓兵一起出門 好 這裡沒有圍死 OK 天空熊以前的壞習慣喔 現在已經學會了 以前看天空熊在打 以前會很常爆炸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把家裡圍死 就覺得自己出去鬧 我一定可以先把對方弄爆 殊不知有動喔 人家衝進來 直接塗個一波 粉乾爆炸 那天空熊這邊 開始比較注重 把家裡圍死的這個技巧之後 分數就開始突飛猛進了 克服了自己的一個弱點 好 這邊直接打破 想要出來 但弓兵已經射了過來 槍兵在旁邊防守 Ara想要用自己的肉馬 去解掉這一隻弓兵 但是直接被天空熊的槍兵 搓掉了一隻肉馬 天空熊這裡 切一場的優勢 拿到了一村 好 工兵跟槍兵一起往前 好 槍兵的肉馬開始輸出 結果用槍兵直接反擊了一隻肉馬 槍兵想要去搓肉馬 但沒搓到 槍兵直接爆打工兵一波 工兵的血量有點慘 肉馬不敢上前 直接被打掉一隻 剩下一點血量 槍兵依舊沒有搓到這三隻肉馬 OK 天空熊看來這一波已經被解掉了 OK啦 這邊肉馬溜得很順暢 非常的濕滑 好 沒意外兩邊應該就是這樣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肉馬來弄一下 看一下天空熊家裡的狀況如何 好 踩在灑農田 這邊灑農田的話 孟家人喔 是不能出騎士的關係了 所以走奴兵路線喔 或是走大上路線是比較有可能 但大上路線打法蘭克人 其實並不是那麼優勢的東西 未看先拆喔 應該是 會去打個3TC先開的 然後開出 這個挖出一棟城堡 然後轉戰車路線 也是有可能 但3TC一定要先開的 好 這邊肉馬 換掉了一隻槍兵 家裡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跟一個修道院 好 3TC 下去 但值得一提的是 並沒有把城鎮中心補在前面 而是補在了正後方 唉唷 左邊也不動 三隻肉馬溜進來了 這樣尷尬了 東西在家裡繞得很麻煩 好 這一隻肉馬直接被城鎮給擊殺掉 好 3TC 直接開農起來 孟加仁點下來一擊射 但是現在生旅出來 對上刺頭會有點麻煩 被刺頭打會爆血直接死去 好 直接在城門外遭降 所以退了這兩隻的肉馬 好 田巫蟲這邊轉出來是相公喔 當然城寶石在打相公 是很容易打到缺肉的 這隻退有斷村的問題 所以這邊應該是稍微觸一下相公 去反擊一下這裡的 刺頭在家裡繞的問題 好 這邊撿了一個聖物 偷偷搬回家 好 黑了拉並沒有打出強軍事 這邊想要上前 結果直接被戳掉 黑了拉直接果斷不控 好 但黑了拉這邊也是3TC 正在農上去 後面處現在是兩邊都是五十九村 頂尖高手們的判斷不是一樣的 好 結果這邊著想沒有成功 投石車開閘 結果轉出來的東西是指輔兵 那相公是打指輔兵有優勢的單位 所以其實不太好打 黑了拉這邊不太好打相公單位 哇 看這個體質優勢 你換了我一隻相公 我可以換你四隻指輔兵 你後面還來投石車 這裡再轉個肉馬出來 或是清騎兵 好 結果這裡相公決定果斷不控 哇 那這樣交換起來的話 相公好像有點虧囉 連相公的造架比這些指輔兵的造架還要再更貴一點 好 按了一隻刺頭 還是要鬼轉生女戰呢 那這樣就要補一個救贖思想 著想敵方攻城器 好 黑了拉這邊還是3TC 繼續開農 Dream有開4TC 那開始要來潛壓寶了 好 這邊相公 扛住了投石車的傷害 投石車想要打生女 但沒有砸到 這邊用清騎兵去追後前方的投石車 好 投石車跟蜘蛛直接解光 這邊 黑了拉前壓城堡的策略失敗了 發現自己的指輔兵完全打不贏對方的生女配相公 那這個確實是打不贏的 好 這個生物卡在了木門這裡 待會我趕快再撿一下 按這裡我跟城堡 暫時天火球也沒有辦法繼續往前推進了 你等一下要繞路了 但一旦繞路的話 就讓黑了拉有這個 足夠的時間跟反應 去準備反擊天空手 但現在以打指輔兵的方式 我覺得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我是很優秀 OK 自敵相公 到底是手動異端邪說 那孟加拉人這邊只要打相公 配清洗兵生女 這三個單位 就可以玩康對方的搭配 就算法蘭克這邊直接轉生女戰 招強相公 還可以用清洗兵去解 那轉戰毛兵的話 又會被清洗兵的加兩點的戰毛傷害給追殺 遇到工程器的話 孟加拉人也可以使用救贖思想 招強敵方工程器 孟加拉人除了沒有一段嫌疏之外 生女基本上是全滿的 所以我覺得孟加拉人這一波打的算是 蠻穩的 打反恩克人的話 只要不要太大的失誤來說 天空手應該還是佔優的 反而是反恩克人能打的東西 真的很少 這裡嘗試用指輔兵直接一吃 之前有看過有人說 用遊俠去打相公騎兵如何 我個人認為是可行的 那還是要搭配一點東西 例如這個奴炮 或是搭配這個投石車 槍兵戰毛都可以 純遊俠的話 經濟是需要非常龐大的 所以混搭這些東西在旁邊 幫忙輸出感覺是更好一點 好 那Hera這邊是沒有想要走遊俠路線 走的是指輔兵配生女 天空雄這邊已經補下了帝王十代 然後這裡可以快展開自己的所有的城鎮中心 哇 結果這個清奇兵被招降掉 哈哈 好 那天空雄這裡應該還會再補一個 直接補到5TC 那生帝王十代呢 一生好5個城鎮中心 馬上會給到十春 所以孟加人通常會在城堡十代的升級當中 去補到第5個城鎮中心 然後村民術就可以瘋狂理前對手 好天空雄決定要在前壓 這根寶壓在這裡 應該是可以蓋好 反正是Hera這邊要蓋有點痛苦 對方生女也在瘋狂招降 在這邊招降好像來不及解決掉生女 哇可惜了 應該把他置低了 這個大象 不用置低 拉走 好這邊城堡蓋好 天空雄這裡是有城堡的箭矢傷害優勢 射掉了一些村民的數量 Hera想要硬蓋把這根堡蓋好 損失了一些村民 村民將置到只剩下109村左右 天空雄還是有地龍十代的優勢 大家可以巨型頭11出來 還是可以優先開拆了 還是要後面再轉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鬼轉工程戰項 開拆城堡 也是個不錯的選項 好 反而客人 這裡是補下了手推車神聖思想 這裡戰 看來是 還是要打的 好 通常補下平總 跟二級馬凱 OK 那清奇病的話 就有80點的血量 攻擊力7加4 其實有三級馬凱 也不怕對方佔毛的傷害 好 這邊高地 唉唷 先把巨頭往後拉 離開城堡設成範圍 那離的對手有點近 天空雄想要再往後拉一點 避免被對方指輔兵 瞬間被這個城堡 收出來的指輔兵給收掉 哇靠 指輔兵手撕城堡 HERA 秀操作 恩 傷害有點低阿 講時代的 是不是沒有點縱火技術 他要點縱火嗎 指輔兵 可以吃到縱火技術的喔 阿你沒點吧 沒點在那邊秀 笑死 好像奇怪 怎麼這麼癢 照理來說 指輔兵有縱火技術的話 應該是拆很快的 笑死 想要秀結果沒點科技 好 那縱火技術點完了 反而不秀了 直接往前 想要直接手撕 巨型投石機 尷尬了 HERA 他是不是操作食物呢 我總看起來覺得 這坨的指輔兵 是操作食物 跑到天空熊旁邊 雖然最後還是收掉了巨頭 但 送 基本上快要送光自己的 所有的指輔兵 好像不太好 好 指輔兵上前 下面的肉麻也是砍成一片 天空熊這裡點一下了化學跟二級音喔 好 台湾客人這邊點下了印刷技術 增加這個射程的招響 射程 這裡再點下一隻僧侶 後面這隻僧侶 能夠收得掉嗎 哇 來不及招響就被解決掉了 剩下了大象加上 指輔兵 剩下三隻大象而已了 但指輔兵還是蠻害怕見死的 原來指輔兵沒什麼裝甲 他是一個什麼都怕的單位 怕火槍怕弓兵 也怕近戰傷害 但他比較不怕步兵 打步兵的話比較優秀一點 好 這邊看起來 法蘭克人是不是有點劣勢喔 相公數量越來越成型了 從這件村數來到146村 三級的弓兵台甲也馬上補下了 精銳相公還要再一陣子才可以點上 好 天王雄這裡附近非常猛 中間繼續給HERA壓力 HERA這邊是點下精銳指輔兵 完了 精銳指輔兵 攻擊速度還不如相公 我怎麼覺得打游俠才有機會啊 反正是我對這個遊戲理解有錯誤 攻擊速度差很多欸 我們來看一下指輔兵攻擊速度差多少 攻擊間隔秒數2 攻擊磁環0.8 我們來看一下相公 那相公的話是2是0.4喔 是你的攻速兩倍的概念喔 而且還有派科技喔 怎麼打 指輔兵怎麼打 啊 數量不夠 打不起來 打到頭破血流 我的天 所以 生女比較有感 指輔兵有點在抓癢 那不如就用槍兵配生女可能會更好的感覺 槍兵還不用充 而且送掉也不會傷心 而且只要戳到一下 直接爆血 這邊被招牆搭上天王雄用生女再把他招牆回去 讓自己的相公放風一下 好 那可以來到這邊看到 情況不對 對方的相公太多 馬上按了一堆修道院 7個修道院 左邊城堡被拆掉了 好 熊熊直接在往前補 相公到處亂創 撞爆了一堆村民 好 白蘭克人這裡點下了三攻 制服兵的傷害終於來到最高 還有這個防禦也是齁 那現在要量產起來已經很不容易了 這跟城堡應該是打不起來 只能靠著這兩棟城堡去量產制服兵了 那目前現階段來說 白蘭克人也很難點下這個一端邪術 所以招牆過來的相公還是很容易被招牆回去 而且相公這邊走個幾步也可以反殺生女回去的 這也是很麻煩的地方 好 天魔熊這裡是補了一些青旗兵 已經開始往前想要抓到中間這一些生女 青旗兵來了 Hera這樣夾得住嗎 哇 生女直接被秒掉 出來的生女直接被砍光 哇 這裡至少賺了五百斤 這裡又一隻生女 哇 六百斤 賺爛了 賺爛了 好 轉出火炮也是被相公給射爛 沒有戰矛的文明 遇到孟加拉 好絕望 非常的絕望 游俠槍兵生女 游俠槍兵生女 感覺反而客人只能這樣打 指輔兵看起來沒料 啊 Hera這邊收 打出了聚集 哇 感覺這一場天魔熊陣是文明勝 CIV win 派科技也是很後面才點 如果派科技再點一下 打這個指輔兵更快了 好無懸念啦 相公打什麼單位都可以 就是比較害怕戰矛跟生女 這兩個單位 還有槍兵 那我是覺得還是反而客人 游俠配級兵 游俠當作坦克 掩護這些級兵 去摸到對方的相公 然後再搭配一些生女 在後面著想 才能比較好正面突破 這種相公的攻勢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天空熊拿到了一點點的勝利資源 Hera這邊被壓成這樣子 資源才輸這麼一點點 才輸一千塊 蛤 我有沒有看錯 你看Hera這邊的村民 只輸了這麼多隻喔 但是他的資源量只輸一點點 就知道這個Hera的經濟 空的是多好 打成這樣子 經濟卻沒有輸太多 這相當不容易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